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我從土耳其來到法國 用了三天來到法國南部的小鎮 準備開始走朝聖之路 每天走五至六小時 走三十多天 有興趣追蹤我走朝聖之路的朋友 記得留意之後的集數 因為氣溫和濕度的差別太大 跟土耳其相比 所以一來到就已經爆了瘡 和皮膚敏感紅了 大家就不要在這部分 還有我的黑眼圈 因為用了三天沒有睡覺的情況下 才能來到法國南部 回到正題 今集就帶大家坐這架 很出名的土耳其觀光列車 叫做多古Express 會由Kars坐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要坐大概二十六小時 是一架非常熱門搶手的火車 想和大家一起坐這架火車 讓大家看看風景 究竟值不值得坐二十六小時 歡迎來到夢遊地球 在白雪之中的多古Express很漂亮 不過我們現在不是冬天去搭 而是在夏天九月的時候去 來到Kars的火車總站 這架車每天一班 由Kars開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早了十五分鐘來 已經可以上車了 由Kars到安卡拉 中間其實有很多個站 但是最主要會停幾個大站 我就是預約了這一間 可以睡覺的列車 車廂就是坐四個人 有四張床 當然現在還沒拉出來 這架火車令我想起我坐東歐那時候的過夜火車 準時八點鐘火車就開出了 由Kars去到Ashram中間的風景 那些人說是最漂亮的了 那我就覺得都真的不錯的 在九月頭這個季節 都是看到金黃色一片 有很多農田 有很多牛 有很多羊 還會經過一些樹林 那這些高高低低的山幼 最初看的時候都覺得 哇真的不錯 但是看得久了 幾個小時之後 就會開始覺得有點艷 扔個靚彎過山洞 這樣就可以看到火車的車頭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看到的風景還是差不多 心裡很想快點 有些不同的地圖可以看看 有些路段是跟高速公路平排的 來到Ashram這個大站 就很多人上車 來到下午了 風景終於有少許變化了 就是開始沿著一條河 這樣走 有山有水 有些樹 在一個車廂裡 有一個土耳其女士 一個伊朗的女士 以及一個澳洲女士 我們都聊了很多 不過因為始終跟土耳其的女士 言語上很難溝通 都要用Google Translate去幫忙 後來我就跟澳洲的女士 去了這個餐飲車卡那裡 大家一起坐下 看看風景 在這裡看風景會比較容易 因為沒有好像在車廂裡 一格格的阻礙著視線 以及窗都不是太大 但是這裡的窗 真的兩邊都這麼大 火車上面的食物比較貴 所以我事先都準備好自己的水和食物 來到第二個大站 停十分鐘 終於可以下車伸展一下手腳 今天特別大風 吹到棵樹上面的果實都掉落地 日落 來到這一段路 是我其中一段比較喜歡的路 因為有山有水 又有月亮 整個畫面都是不錯的 其實還有後面一段很小的路段 是經過一個小峽谷 但是因為路段實在太短了 所以趕不及拍已經過了 大部分人九點鐘就上床睡覺了 我也差不多時間上床了 中途也有點冷 一起床的時候 就看到我對面的土耳其妹妹已經起床了 下面那位伊朗女士很早起床了 就收拾好床了 我的食物和水放在架裡 行李很明顯不是我的 我自己的背包放在床尾 車廂裡面有冷氣可以自己調 有幾盞燈 還有一個充電的地方 來到最後一段路 其實還以為差不多要到站 因為已經快10點了 原來我們延遲了三個小時 那麼多 最後用了29個小時 才來到安卡拉 很多人都急急趕著走 好 我很開心認識了隔離車廂的幾位朋友 就是一對伊朗夫婦 和一位土耳其的男士 他們都很友善 我們聊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土耳其男士 是住在安卡拉 是一位律師 其實他都可以退休了 不過因為他想教育多些後輩 所以他繼續在事務所去訓練那些年輕的律師 他就說第二天會帶我去玩 所以就要留意下一集 看看我們去了哪裡玩 我自己就覺得這輛Dogu Express 雖然叫做看風景的列車 但是有很多路段其實都幾重複的 看來都覺得幾悶 但是百多港幣坐了29個小時 那都沒有什麼好投訴 如果我要再搭的話 那我一定會選擇冬天再去 因為似乎鋪天蓋地的白雪 包圍著火車好像很漂亮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在安卡拉走走走 剛剛已經提過有位土耳其男士 帶我去到處玩 還有安卡拉的博物館裡面 有大量加泰土丘的文物 非常值得去看 記得留意下一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有興趣繼續追蹤我背包環球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打開個響鈴 Like我的post 如果你對文字比較有興趣的話 又或者在找一些攻略資訊 歡迎你在facebook搜尋夢遊地球 那就可以找到有百多片的郵寄 下集再見 拜拜